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孱子和小孩传疾病需要一辈子洗肾 美好生活瞬间变了调 先生当时还是货车司机 林熟箴生病小孩沒人过 同时还要面临庞大经济压力 这是家族遗传 必须接受 必须接受 接受就没事了 因为洗身的关系可能 家庭以上的经济会比较困难一点 林熟箴儿子詹嘉诚 谈起小时候跟姐姐詹嘉慧 经常跟爸爸东奔西跑过日子 在母亲成为工艺采券经销商后 经济及生活逐步稳定 家人得以安顿 做采券就没有稳定 就不用烦恼小孩子 他就在店里面看不到 不过因为林淑珍 生病关系体力比较不好 全靠先生的热情 陪熟客聊天 教长辈如何玩挂挂乐 这边有重量 挂挂乐嘛 挂有重量的 对我爸就是有点比较远润 会少年人比较相彩成一样 他会跟客人合啦 我没合啦 他想跟外籍客人合啦 他哪里有幸福吗 客人说他哪里没幸福 他才才会幸福 夫妻俩甚至把熟客当自己朋友 顾客有任何问题 也会找他们谈心 出门在外 他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帮忙 他半天都要去帮忙他一下 他有时候要出房子 要什么 我们有时候问一下 有客人有方向出 就顺便给他 跟他讲 就是这样暖心的举动 留住客人 生意稳定成长 儿子现在也成为代理人 他是搭医院的车去洗射 然后我再这样 这样帮他分担一些 有空闲之余 有空闲之余 江义红会帮林淑珍按摩肿胀的双腿 看见林淑珍常年打针 受伤的肿瘤 兆夫也不舍 不过因为这个难关 让他们一家人更珍惜彼此 感谢财政部 中国信托台湾财政 让我养活一家子 至少不用风吹日晒雨淋 让我能有个地方安生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尽管老天爷给了林淑珍考验 但他反倒感谢老天爷 默默眷顾着他 让他有机会开彩券行 公益彩券不只支持着一家四口 得以好好生活 更是全家人齐心打拼的力量来源